這個新武生一百零三年 十月十九 我們整棟用包裹室的表決 通過 哭哭哭 通過 八百 幾億的武生 就要來通過 所以今天 左生 這條尾外脫掉 我們夾帶在裡面 夾帶在裡面 三生 現在 整個民元素棄 民元素棄 因為過去 這五年多來 我們一定都不在外外了 五年多來這個外外脫掉 一定不在死 都是這樣 交通大堆 我們自己支付 有四台的脫掉車嘛 結局 外外經營 這個搶前市的脫掉 搶前市的脫掉 不是說反對脫掉 因為這脫掉 你一旦開放 讓民間都脫掉了 這是一種 他像在做業種在做怕的 他調越多 賺越多 無所不自調 調也調 不對也調 陰霸外行調 大街市的行動中調 做一趟來 來我們這裡拿到這個標 是高雄人 你這五年 我的市場就對了 我看到 不但沒有看到台南市的未來 我看全部 所有 如果要拿什麼工廠的都是高雄人 來我們台南市 包括甚至 在插底皮一樣 所以這裡 我感覺 我們台南市民就對了 真的勇敢 感覺真的有夠辛苦 還減勇敢 感覺心生恐慌 吊車吊到人心繁繁 大街小巷 會點街的行李 就沒有辦法做 那種的恐慌 只要你給他 你可想而知你給他想看看 你再剩兩黨黨 就要離開台南市了 台南市民怎麼對不起你 英東說台南市民 可以說對你雙東照顧 所以這裡 我要 和你 要跟我們這個交通局 叫你們就對了 一定要 信重就對了 信重的信重 家鄉市長 要約束 這樣拖掉 拖掉 既然你們和人 都 發保育了 用反正性的照表跟特殊表 稍後內容有口之準 議員跟你解釋 所以這裡就對了 你們不能 換刃就對了 拖掉業者 調到真正當苦就對了 我的服務處 真的讓大家要不理 真的拖掉 調到 不知道這些八世 隔壇 所有人 生理人 都沒有辦法生存 你們 你們想到說 是怎麼 台南市老百世 有真正接不太貴旗 真的接不太貴旗 因為 台南市 這20年來 交通停車的規格 嚴重的不足 問題 我們 你接釋到現在 停車隔壁有情侠 很多 我們不敢說沒有 但是你要知道這停車隔壁是 騙補在國庭 不是 集中 你現在 你們在 拖掉區 你知道嗎 你們 這個委員 來這個拖掉就對了 你們才會 通盤的考量 說這個 拖了就對了 過去 正經很多 有人動選議員 要做拖掉 街頭人衰落選 也有人民間台南市的市民 去拿拖掉 他們拖去不破賽 真的 所以你要搞清楚這拖掉委外 是行不通的 因為我們甘願 我們公佈門 我們的交通隊 都做這個拖掉 他就不會拖到像這樣 民怨死去 因為 他來拖這個鞏 他就是想要賺錢而已 拖越多賺越多 那你就叫人去那製 街頭也沒在製 陷阱不買 就拖到湊水清 所以在這裡就對了 我對這個拖掉的問題 我希望說我們交通局就對了 本色 在這裡 跟你說 因為你如果發佈了 也不可能會被拖 但是 你一定要 約束於 要拖在重點的拖掉而已 重點的拖掉就是 有危害 公共安全 人民的財場生命安全 這種部分 一條 我沒意見 不可以台南市民 那人要為貴 但是 我們交通局 要趕緊 要做結局的態度 要處理台南市 一些停車的問題 要 看是要做地下地下的 地下城樓的停車場 或是要做高車 或是甚至找我機關用地 要做 在這看老區的所在要設定我 停車場 因為你現在 拖掉 七大重點在拖 都是東區 跟北區 跟中西區 重點都在這裡而已 包括英雄 跟林鄭 所以這裡 你若不趕緊 建立這個停車場就對了 就繼續 換任 脫掉業者 搶錢式的脫掉 我跟你說 我跟你保證 你差不多 後果的 民調就嚇壞了 反省15%就沒有 我跟你說 這不是脫掉的問題而已 涉及一些 店街路面 生理都不在哪裡做 大家如果要停一個車 要吃一個東西 人心緩緩 所以要再獎勵民間 投資 開闢停車場 這樣才有辦法 解決到 易勞用意 解決到 我們台南市 這個 違規停車的問題 謀意孤行 犯眾業者 搶錢式的脫掉 所以在這裡 這第一點是我要和 你去做討論 比較長時間讓你回答 比較長 啊第二勒 來 那個 市長請先回座 市長先回座 那個 拜託詹議員 你說的民間 脫掉 我請教 張機長 第一 你們要委外民間脫掉 你們的宗旨是什麼 你的宗旨是什麼 我想 委外民間脫掉 當然第一個就是要維護 我們 交通的安全 維護市民 行的權利 好 針對違規的事項 行的權利嘛 違規事項嘛 對 我請教你 你騎機車嗎 你有沒有在騎機車 156 你有沒有在騎機車 騎腳踏車 很久沒騎了 有嘛 有機車駕照吧 有 有吧 家裡人都騎機車嘛 沒有 那我請問你 我們路邊的停車格 佔用的道路是不是佔用到機車格 機車位置 我們路邊 馬路旁邊 畫的 收繪的停車格 請問一下 有沒有 佔用到 機車 行駛人的權利 有沒有 我們的 車位的畫色 你先給我講 有沒有 沒有你就講沒有 有你就講有 我們都按照規定啊 什麼規定 你給我講 s i know就好了 路邊的停車格 有沒有佔用到騎機車人的權利 你給我講 我們不會佔用 市政府畫停車格都是合法 不會佔用 我當然你知道合法 因為你們有行政權 當然是合法 我不講你回不回法 講民事 權利上 跟義務 是不是有侵犯到 民眾他騎機車騎腳踏車的 他的使用的這個 道路的這個權利 有沒有 沒有不能用侵犯這兩個字 沒有侵犯 好來 對 你也擋不出來嘛 擋不出來就是 各自認知嘛 我想是有嘛 侵犯的騎車人 我跟你講一個道理 你委外民間脫掉 你們是七大象 但是你在執行之前 有沒有考慮到 怎麼樣的一個配套 或是說要怎麼配套 用才會舒適 你的定位是好啊 你為了要交通 要讓人車票 不要為貴亂放了 但是你現在你拖掉 你給我報到 七要項 我剛才我陳議員你講的 那如違反七要項 可不可以解約 我手中有 我已經跟了三天了喔 我跟了三天了 市長跟你報告 如 違反這七項 可不可以解約 可以解約嗎 你給我打 可不可以 你給我答覆 可不可以 違反你規範裡面的細節裡面 七大要項 掉到真正名言四取 但是你跟我講 可不可以解約 還有七大項之外 那個不是我們在合約裡面規定的 那是我們跟他講 這是脫掉的重點 那好 第二個就是說 我也知道你為什麼要這樣 這是重點嘛 另外還會有很多 民眾檢舉 跟報案的 好不好 那個我們也要處理 第二點是說 我們的違規車要脫掉 他要出動 是必須要配合遠景的取締 他不能夠個別去取締 他必須要遠景一起來配合 取締方法 其實你不用委外啦 你擔任局長不是今天才剛擔任 之前沒有委外的時候 你不是這樣子過生活嗎 那是警察局的職權 那檢察之前今天猜測了嗎 你沒有委外警察局就沒有在執行嗎 這樣對 也不對啊 是只是說一個配套 你情假出來的時候 可以讓他更舒適 我們目前只是這個 這四個區 委外來辦理脫掉業務 其他的地區是有警察局 他們也有脫掉車 所以他們也在辦脫掉的業務 那其他這兩個區 之前這四個區警察局都沒有在取締嗎 難道他們之前都沒有在取締嗎 當然有啊 取締脫掉是最後的手段 不是 你既然一個宗旨一個理念 是對大眾好 這是一個方向 但是之前你的配套 配套你有沒有想得很周圓 那我所的周圓 好你到路的路邊停車會 你收會 好機車 爭先道快車道 然後 還有路邊停車的開門 萬一造成機車 車禍 事故發生 現在是屬於公共危險罪就是你開車門 已經有強制罪了 以前是民事乃論罪 那好現在好你停車格 萬一駕駛人他不小心開車門 造成是公共危險罪 好 那這個因果 之間是不是我們市主化了一個停車格位 好 全責區分嘛 你化了這個它是合法可以放 當然我們就可以給你這個位置 這個是駕駛員的行為 來 我還沒講完 好駕駛人的行為 那機車呢 機車他走他機車該走得到啊 他是不是要閃到快車道來 好那你說好啊 機車是屬於駕駛人的行為是行為者啊 造勢行為者啊 那機車呢 他為什麼會閃到快車道來 我問你問題啊 機車他執行為什麼他要閃到快車道來 是不是因為你的停車格造成他的機車 放在那裡 你強迫他犯罪嘛 強迫他一直要驅離 從那快車道裡面來嘛 事實認證是不是這樣子 以法認定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造成這樣子 我們的機車有機車機慢車的 好啊萬一是沒有和解 萬一沒有和解在民視裡面 那也有混合車道 合適造勢責任 機車本來就不應該機慢快車道 有沒有責任嘛 是 駕駛人員的駕駛人的責任啊 我跟你問了很多問號沒關係 你師傅跟我講沒關係 你現在不回答 但是我知道你要講什麼 這個真實點 不是我們本縣市才有 其他管齊都有 但是我在講這一點之前 我就要跟你說 我們要中用一點 你如果是15米的道路 你去那下車駕駛 最起碼快車道還有兩三 他要閃不然還有一個 我們說真的沒有也有一個香 你走得含度是15米的 快車道一條而已 你旁邊的機車道你會把外停車尾 情何以堪啊 騎機車的人 騎腳踏車的人 你會把外停車移動 路邊停了 你是不是定義他就是要 S型 扭曲型 他就要閃過閃過 這個你有攪機車 都撤回到啊 當然都市型 我們道路的管理裡面 你也當使用停車格 但是你這個配套裡面 就是說你要量 管制一下 你不能盲目的就是說 外停車尾 機車尾 外紅線 外到 我告訴你 雖做生民眾 臨時購物也好 機車 蓋車 菜籍也好 銀行也好 店舖也好 放下去 五三分鐘 機車就不去 蓋車就不去 因為拆掉 違不違規 我確定跟你講 違規 因為違規是誰造成的 是因為你們設限 你如果之前沒有跟外紅線 人不去方向的交通 但是聆聽OK 這叫做人訓 中庸之道 你有人這樣說 是不是路口 機制行 你把他抬紅線 接到歡喜啊 路口本來市場就比較壞了 但是你不是市場壞的地方 你紅線抬一大堆 抬到他們現在出去 沒有車會放 紅線的畫色 黃線的畫色 都要按照規定 跟議員報告 來你跟我講規定什麼規定 你跟我講 紅線怎麼規定 路口 十字路口 十公尺以內 不能夠停車啊 你畫紅線裡面 裡面可不可以停車 畫紅線裡面可不可以停車 紅線的範圍當然不能停車 紅線 你所謂範圍是範圍外 範圍內 我們紅線都是沿著道路邊線 道路 紅線 這個紅線的道路是不能停車 紅線的裡面可不可以停車 可不可以 紅線的裡面如果有私人的土地 那私人土地當然可以停車 如果是公有的地當然不能停車啊 公有地不能停車 當然是啊 紅線不能停車啊 公有地不能停車啊 你可以畫停車格嗎 我們不會在紅線上面畫停車格 不是紅線上面啦 我該說的臨界線 紅線外跟紅線內啦 我們會看嘛 有的是路口要畫紅線 所以你剛剛講的嘛 公公作戰就是紅線 你不會去外車 他不會放車嘛 但是順利財產會嘛 是不是這樣 跟議員報告 能夠畫停車格的地方 我們會慎重 你業務了不了解啦 那不能畫停車格的地方 我們要畫紅線黃線 我們按照規定來畫嘛 你辦業務的什麼你辦啦 照標是市先生啦 你辦業務的辦不辦啦 你沒時間你幫他帶他 沒時間你幫他回答 有什麼東西 這是政府的啦 公公作戰裡面會停車的紅線 我有做公和 民間脫掉 民間脫掉 我們現在請法治事 法治事 法治事呢 我請教你 他們當時要招標的時候 投標虛之裡面有沒有會 那個交通局長你先做一下 有沒有會簽你們 當時要招標的時候 有沒有會簽你們 他們招標文件應該是由他們的秘書室 那會簽應該是 沒有會法制室 他們應該有自己的法制人員 好 法制人員 那採購法是誰在管控 一般 一般各局都是由他的秘書室 來 那我請問你 大家的勞動手我請教你 採購法他今天用招標用勞務 勞務的標準跟他的執行面的金額有沒有標準一樣 他今天是用勞務 他今天是用勞務花包 法制室 你要注意 他用勞務花包 他當時我看 我看這個東西絕對沒有會簽你們 也沒有給你們算 因為你們覺得他的法制室可憐你不會贏 第一點 他用勞務花包 第二點 你先做一下 你想一下 局長 你們截標 兩個區截標多少錢 單獨一個區是一億多 一個區是一億四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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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標對不對 幾年 幾年 詳細的數字我要查一下 三年還可以人行 詳細是不是不知道 我們是三年 幾年 我們是三年一個月 合約是三年 結始時間 我念給你聽 三年結標可以付增加一年 增加一年 你的預算 北區跟中西區是一億多 一億八百多萬 歸人跟東區是一億四千多萬 來我請教你 這個錢是什麼錢 結標金額 這個錢是什麼錢 結標金額 這條錢 你譬如說這條錢 你要拿給我拿給你的 這條錢是你扣掉要拿給我拿給你 你告訴我 我不太懂議員的意思 我不太懂議員的意思 我們 中西區跟北區 決標的金額是一億零八百五十三萬多 來 這講這條 你決標金額一億八百多 這個錢是什麼錢 這條錢什麼錢 你告訴我這條錢什麼錢 你扣掉你 我不太懂議員的意思 我沒辦法了解 你這個一億多 你一億多這個錢 你是結標金額 是不是你叫結標金額 這條錢是他要拿給你 還是你們要拿給他 市府要給他 還是民間要給你 當然是我們要付給民間的錢 為什麼我們要民間付給他 他幫我們代工 違規他幫我們脫掉 這是他的勞務 勞入 勞入 你怎麼編列預算 但是 我們還有收入面 跟議員報告 什麼面 收入 我們還有收入 這是支出 這是支出 但是我們還有收入 你收入從哪裡來 從保管 從脫掉費 脫掉費你們抽多少錢 汽車機車你們抽多少錢 九百 九百你們抽多少 九百塊都是你們的 對 我們在另外付給廠商 是按照他的決標金額 付給他 他拖掉裡面有兩條錢 一條是紅燈一條 拖掉會保管會 紅燈九百塊 拖掉會九百塊 是 保管會 汽車是兩百塊 來 汽車是半天一百 一百吧 一百吧 來 你九百塊裡面 你還收什麼錢 是九百塊都歸你們 市政府收入嗎 是 全部都你們收入 收入是市政府 我們決標是按照 決標的金額付給廠商 每一部車多少錢 就脫掉費的部分 脫掉費部分是等於 你們用這筆錢去支付 他的九百塊 但是這九百塊 是把民間收一次了 那個議員 譬如說我違規 紅燈九百塊 違規我要花九百塊 那個紅燈 所以一台車為規 差不多要兩千幾塊 要兩千三啊 那個紅燈是按照法律規定 他要去繳罰單 那個不是市政府 不是交通局的收入 我剛剛跟你講了嘛 三筆錢嘛 一張是紅燈九百塊 一張是拖掉給九百塊 拖掉九百塊 拖掉九百塊 紅燈千里喔 拖掉就九百 九百塊他他 他給民間有拿九百塊 這個九百塊 這個九百塊 他拖掉了 這九百塊 要交給市政府 要入庫 那筆錢是代收 對 民間代收 那筆錢是代收 代收 要轉付給誰 交給市政府 給市庫 對 好那你們意見論籌 意見論多少錢 我們現在就要 意見論籌 按照絕標的金額嘛 那個 在東區區跟 中北區的部分 每一部是八百多塊 八百多塊 你跟收九百塊 變八百幾塊 八百 目前中北區的 絕標金額 每一部是八百 就是我們要付給 廠商八百塊 好 論見計籌 就是他跟民間說九百塊 你們要給他八百塊 是 你們編制的議算就是 論見計籌 他可以請領八百塊 是 一條九百塊 是為市庫收入 是 換算給他 就衝抵銷 我們大概 是不是這樣子 九百塊 是市庫收入嘛 所以大概 差額是一百嘛 那你是 免得編列預算啦 我依據採購法裡面齁 你們這個裡面齁 剛剛我跟華盛寺講了 華盛寺你們絕對沒有會 所以我們請 我們曾議員 他有一些問題 要請教你們 欸 葛六 議員齁 據我所知啦 那個 脫掉業者 拖一台車 九百塊 紅單部分 汽車一千兩百塊 啊 兩個小時之前 去把車領回來 就不用保管費 啊 超過兩點鐘 去領車 啊 以 單位計算 半天十二小時計算 那個 要保管費一百塊 是 這有政客 啊我現在剛才 時至尊幫你問的 你聽得不少 什麼 那個 我 拖掉拖得很嚴重 我 有腳去問 拖掉業者 拖掉業者 告訴我 那個 你說的 這 不知道有確實不確實 這有時候就對了 這有時候就要移送點檢調單位 我跟你說正經的 因為是這樣 拖掉業者說 他拖一台車 那個 拖掉費九百 那 我們市政府 又 在我們黨區 好像經歷就配十二個 來慢慢配合他們拖掉 執行公權力 因為沒有警察是沒有辦法拖的 齁 這是都政客的事情 因為我論得很清楚 因為很多人去我那裡倒數 我相當 相當的清楚 啊業者跟我說 說 脫掉費 九百塊 他們所得的 就是 那個 八百塊 一百塊 拖掉 對不對 不像你說的九百 都拖給你們 那是 沒有跟議員報告 收支要分裂 收入歸收入 支出歸支出 我們付給業者的部分 每一部車八百塊 是由我們的 預算來支出 是 但是收入的部分 每一部車九百塊 你現在騙這個 那個 節標就對了 對 那個中西區這裡騙一個多 嘛 啊 黨區九千九百幾萬嘛 這我 整條都有看過 我看得很清楚 但是 你現在說的意思 如果調不夠 要補給他們補到這裡就對了 沒有 那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 我們要按照 這是絕標的最高金額 但是他要去拖多少 他是按紀鑑 案件記籌 十二 市長 你都有聽到 你車站起來 我告訴市長 來你車比順台 來 你車坐 你剛才有聽到 這就真的 搶到有夠爽了 那 剛才討費 跟共度 聯合起來 搶台南市的市民 不然開園 車流 兩百市開桌 那 搶到尾九百 一隻牛 八三顆皮 現在搶到尾九百 去到一條法座 清理 加起來兩千元 搶過兩點前 不可以領車 又補關尾一百塊 啊 車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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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關尾二十五塊 剛才一隻牛 鐵三顆皮 這還不關閉民返 你把它收拾到 拾到 你有聽到嗎 這怎麼做成的 我告訴你 這怎麼做成的 這就是 中一回 那個 包裹表情 這個案件 夾代理裡面 那個案件 拿出來竹條審查 上禮拜 心早 根本就不會過的案件 你敢聽到 造成這個這麼大的傷害 張宏我給你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們台南市 因為孤島嘛 所以行子 洗掉 路也洗掉 關於學平之後 我們一百八十幾萬人 溫馨的流量很大 加上每一年 我們這次觀光客 已經超過兩千萬人房 所以交通 已經越來越嚴重 這次很多 差不多有一段時間 就發生 因為交通 並排行車 我們台南市市民 不幸失望 所以我們 不得不得用這個手段 我告訴你 市長 你不用緊張 你比較長的 我的時間給你回答 我就跟你講 我時間流行 我一定 給你回答 絕對給你回答 市長 因為我 是 超過八十幾 我來認證 認證到我真的 實在 你不知道要考慮得怎麼樣 現在還有那個議員 部隊 在在菜市裡 說這個 民間拖調 是我們黨區的議員 叫高雄來做的 你不知道 哭到這種 黑狗吃錢 白狗要太多 這口氣 你吞得了嗎 你看 我跟他騙這個骨頭 你看看 那些 中西區片 那些 黨區片 九千九百幾萬 這 你這樣 這裡有過 這個拖調 業者 配合來台南市 台南市的市民 台南市的市民 當然有感 有感 有感 我跟你說 你說的我都聽 我剛才跟你說 你也不在主意聽 你跟我說 台南市 我每個需要拖調 我跟你說 我不是反對拖調 我本人是非常感謝兩位議員 這個關心 這個業務 但是你剛才說的 裡面有幾多點 是錯誤的 你要有時間幫你報告 你要報告 更長的 我不是沒有名利的人 我不是沒有時間給你報告 我是要跟你陳述 現在我們台南市市民 所有這些 重點 在拖調 我們 你像我們黨區就好 我們黨區就好 拖到真正 多嚴重 你知道嗎 和我服務處 要怎麼去拖 你知道嗎 我簡單 陳議員 你剛才說的那個 那是上線 不是說拖越多 越多這車就越多錢 那是上線 這關一定搶前宿的拖調 我現在今天把這個問題點出來 不是 我絕對不是反對說 你來拖調 我是覺得說要拖調 你要在這個 那個 重點拖調 要真正有危害公共安全 但是我們要 嚇阻這個 民間 任意停車的問題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這不是壞事啊 但是我們要自己 我們市政府 自己應當要去 設立一些 停車場 要找一些機關 用地勢設置停車場 你現在停車 停車在你的市場 到現在有政家 沒錯 但是政家是遍佈 在台 會是比較偏偏的 不然 你現在在拖調 的地方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是 希望說 你認為說 你要拖調的地方 就是重點 但是重點的地方 你有去 要正式停車場 地下 城樓的停車場 是說 鼓勵獎勵民間 來投資 這個停車 這樣才可以解決 真的 停車的問題 不是因為 一直在拖調 也不能說 因為有一個個案 一個過期 一個並排停車 說有人失望 就 用這個來 做一個突破點 就開始一直拖調 這不一定 像你像這樣 一個三次 我就說過 又怎樣 包括你要做 發電也一樣 不可能 大家都給你贊成 更有可能 說 你又今天 拖調都沒有報告 大家都沒飯吃 都沒什麼人做 一樣會請 好 這不要拿一個個案 來打穿 所有的人事務 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拖調的部分 叫你這麼多 你趕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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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真的這點很重要 因為你們這都有未來性 還有將來性 你每一月議員的質素 我都很注意 我知道 我跟你說 你是一個很有監督性的市長 我跟你說 你不是一般像 一些 那些 含白的市長不一樣 你 這裡夾得高民調就對了 你要很務實 給台南市價錢 像我跟你說 要讓市民真正有感 不是感到被炸壓 被嚇得恐慌 有的沒有的 把這些事情都出來 這樣我強行就對了 我跟你說 有時候 要聽我難聽話 陳純隆沒有在說好聽話 陳純隆都沒有在說好聽話 難聽話 都在我家裡在說 我做烏鴉沒關係 我要跟你說 現在 全體肯定的問題就對了 我就說 包國室的表情 冷透標準 那如果過去 那剛才市政府是國民黨在接聲 什麼又有太陽花 什麼菇菜灰 去包圍了 我不會跟你騙 我就跟你說 正經的 冷透標準 真正的 這種的 比較有人看的路 對不對 所以這裡 我希望說 你要做一個 有關多的市長 就是你的台多 要做一個 全民的市長 不分政黨的市長 這這樣你的格子才會提升 這是第一點 這個 來這個2006就對了 這地震的災難 我這堂市長 你有看到嗎 這是我這幾日 到市長去台地裡 這個生產市長 一定 去 這裡就是 生產市長 它有一個重建會 這些房子都坍塌了 坍塌了 現在來 這個店民 有10百店民 你有去看過 我有去看過 喔 你有去看過 這裏面我學到胸 還沒學出來 這就是這個店民裏面 歸類它的受審程度 一定比安市政府相關單位 大黃庭 大黃庭就是代表圍樓嘛 那如果紅庭就是要立即 這個撤離嘛 紅庭就代表圍樓 那過類 我是空空市長 你有一天 帶過人再去看一看 甚至這店民也有審程 一定有夠嚴重 我這幾日 又去那裡 那裡最有的沒的 但是有的沒的 頭一天我去博的時候 一盒有夠嚴重的 那房子都審程 這老百姓是怎麼 又不照 又懸你住在那裡 因為他們就是生活 很艱苦 他們沒有經濟 空氣 說可以買新租 說拚來拚餘 還是說去做租 所以沒到生命危險 還在那裡 他們二人六 告進 一定將近三個多月 要四個月 還到後來找到四個月 現在一定十八 十八 還有十二日 還有十八日就四個月 剛才三個月 我曾經再去問他們 包括一個大樓的主委 再去跟他們訪問 包括我又叫我的秘書去 我本人又去 這些最博的這就是人 來臨 最包括親切 親切這博的你不可以看 你不可以看 你如果真的要去我 那萬一出來賠你 帶你來看 視察現場的災情的狀況 那些人沒到生命還在那裡 這樣 市府上官黨委 有去殘民協商過 是那些店家店民的那些 頭天的那些 結果他說 他說他如果外表 他以後會拉批 來臨的補強 他們會做出 要補強 但是告進三個多月 都沒看到行動 那些居民跟我說 他們不知道要怎麼 你們啊 我們市府0206 還有指定的建局書 你如果這個東西 你如果沒有冠軍 最近的速度 技術這些人補強 就對了 你想 我們台南市的 臺灣市的蝶黨 這麼頻繁 如果再一個蝶黨 這些人 就對了 跟照照顧 你如果蝶子裡面 就對了 還是蝶子 一出人名 我想這不知道什麼 所以在這裡 我們不好 真的釣魚親親 所以我希望說 在這家裡的種植村 你要 把你所有 那個 0206 的相關集市 要關鍵 看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 我們的指定的建局書 他如果沒有做出 很積極的關鍵 要怎麼補強這個事情 我們是不是 可以做出去 把評估 把建築 說這樣做起來 要多少錢 要怎麼補償 叫他們去叫人去做 還是怎樣 但是我是希望說 我們政府 把統籌去做 統籌去做 統籌去做 趕緊 為他們來 解決這個 危險的問題 這是 店民這裡 2005 還是 因為這個辦法 已經都出來了 因為我們要補助一半 他必須要自己去請 建築書 請這個 陶醉 去補強 你現在補 要補助一半 會 定案嗎 這都定案 也都計算出來 啊 計算出來 他們怎麼去領 說他本人要來領 啊 因為 建築書都去看過 也都算過 也都通過 都通過 因為 有這麼多事情 我沒有了解 是 因為我對 經一半 在當中 剛才公立就對了 我的秘書去 洪洪山起來 不可以 聽說 去那陰 三月二十四號 包括陰 那要看出來 我覺得這不是民主國家的現象 我覺得 連我們做民意代表 來關心一個市民 我們怎麼八成算出來 我們關心市民 為民發聲 的這種 關心 就要去給你們管 給定 現在是怎樣 現在你們一天 開會開 之後 我們沒有理事 聽說 這理賠不公就對了 還是怎樣就對了 今天你們不可以做出 現在不要一盒 說你 那些財物 可以一盤的一盒 說幾倍三十萬 你們一天在會議做出的 我議就說一盒倍三十萬 我去問之後 他重建會有說我聽 他不是你早就議定說 一盒要加倍三十萬 我們議員 他剛才走下去 我們請他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最好是不是這個意思 你如果這個議事 代表你的心胸 一定有過狹窄 蔡議員 因為那個 那是一個工作會議 我必須 不是啊 工作會議議員 去當有什麼不好 議員可以立議會 標示意見 那他給我一個 好 你說到這裡 我相信你 我相信你不是這個意思 我還給你相信一次 我還給你相信一次 但是我覺得 民主社會 你有時候是一些東西 你也要給媒體參務 才知道說這些議員在做什麼 你不知道我 叫當天還有一個會議 同樣在台地的活動中心 我去叫八成阿妹 你知道嗎 是怎樣 市府 叫我們去故宮所 交開協調會議 你們議員沒辦法來 他限於我們議員不義 不公不義 你不知道嗎 難道你這樣 不可以把我割毀 實在嗎 如果啦 如果有民眾 幫你割毀 我可以在這裡說明 我想這 你也要給我說明啊 你要議員跟他講啊 我 那一天我有勤勤勤勤 但是我有叫秘書去聽啊 我的秘書不能進去 讓他董起來啊 所以在這裡 我需要說出來啊 那一天去 那一天去 八成阿妹啊 不說我是怎樣不去啊 他不知道要下去沒有啊 他不知道 維大陸市長說 明天也不能進去 這議員都不能進去啊 我們這議員變職務人啊 陳議員 因為 按那個維冠大樓開始 每一檔 我都希望說 我親身 把我的局處長參 組合好話說 聽他們的意思 好啦 你說這樣啊 沒關係我都姑且給你相信 我是 把這個問題點出來 是 他這個議事聽啊 大家有什麼 交換意見 不應該比較壞 不應該比較壞 你如果要做一個 以後偉大的任務 要聽一些 加工真心的人 不要 要聽得好聽的啦 聽得好都在那裡幫你補的啦 補到有時候真的有盤子看的啦 那只要做朋友我就不夠認真了 所以在這裡 這是我要說0206的事情 你再來0206就對了 你說維冠大樓 維冠大樓輸東西就對了 一段時間 急速坍塌 有這麼多人 要趕快去求求 我們差不多所有人力 跟無理都 跟無理都計較在那裡 你當然有一個同理心 來說 因為 你怎麼認真 這是你市政府 我們重建小組一個統籌 這是我絕對尊重 但是 對這家園都不去 你說 維冠大樓 這個 這些家園不去 是他們一些財務 沒辦法人搬出來 所以他們 百分之百 在你的 0206的報告書裡面 我有看 那個村的 像我們大地利生產市場 這個 這個 那個 幸福大樓 這 為人的幸福大樓 他們 立場可以 百分之五十 是怎麼 白白家園都不去 他們的靈環 有人希望 我們有同理心 把你批 其中有統籌的理陪 所以我們絕對支持 但是 第一說你看 現在外面 現在 所有我們大地利 那些股民 不是很多 那幾十豪 幾十豪 他也覺得 不公平 相當的不公平 白白 因為那時候是怎麼 要急促去開玩 就是因為那些人 需要求求 家庭有人要求求 你的決定 絕對是對的 要趕緊去求求 絕對 這台這裡 沒有人跌在裡面 我們 比較慢去開玩 但是他們的財產 也是 還是不可以拔出來 家庭都不去 要安排去 所以你 你被 我分等錢 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是在這裡跟你建議 這個問題 我們事務的重建小組 要 言喻 務必要做出公平正義 因為這是來自 各地方的喪款 張議員我給你說明一下 因為 當日 那個主佛有提出這個 這個要求 另外我們 張議員在議會 怎麼有提出這順 所以我們後來做出說 另外增加三十萬 每一項三十萬 我知道 那就是你們 三月二十 在那個 庫公所 做國基 不然你們說 財產的部份 增加三十萬 但是他們搞定 你覺得 你整個萬 增加這三十萬 整個大 利倍 百分之百 要百分之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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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的心理上 可以比較平衡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現在跟你講 你回去比較演義 你看看 你演義看看 看我講的 有你也沒有你 因為我們在地方 聽到的面 太知道 我們黨 大治理的 今天如果 想說 維冠大樓 在我們黨 你做出 百分之百的 你陪伴跟林 蓬西岸 你陪伴我也沒有意見 因為你現在 給你 給你感到 這 我們市長 是一個統籌 單位 這都是來自各地方的喪款 當然你要做出一個公平 對阿 他如果想想 他把家園都沒有 你不會覺得說 這樣人 人的心理上也不平衡 你今天說 全部分都 百分之百分之百 才能不能說 你敢聽 我講的意思你聽到 所以這個 我們行政上 有一點嚇唆 你敢聽 也許你是有你的看法 但是 大家交換意見 一個 不一定比較壞 這是 對於0206的災情 這是我告訴你 市長 市長你先請回 好 謝謝 我先幫你報告 剛才我脫掉 那一分鐘就好 好 第一 就是說你人的路寬 沒關係 市長 你待會報告 我請到局長後 我幫你撒面一下 好嗎 市長 我剛才問那麼多 我重新再跟你做一個明確 我們的紅燈是千里 拖掉他是九百 對不對 但是你邊的預算是 年度裡面 收略 收略對證嗎 還是歲數歲度練邊類 他現在去拖掉 把民間收錢 要給我們市口 是不是這樣 所以給我們市口是九百 是不是這樣 紅燈他叫 但是我們把 九百塊的部分 拿入市場 拿入市場 九百來 這裡全部都交市口 是 是不是全部交市庫 是 對 然後你再用邊類預算結算數 然後再用支出來 按建計策 就是按這個東西來建計策 再給他八百塊 是不是 這樣是不是差那差一百塊 是 你的手續費是不是要一百塊 對吧 你們的手續費一百塊 這個沒有手續費的問題 我告訴你 你知道嗎 民間脫掉去幫人 買錢收九百塊 是 但是我給你市口是九百塊 但是你邊類預算 給我一台補助八百塊 求水一百塊 啊不是你們董 對不對 對不對沒有錯 一百塊是 結餘就是禁事庫啊 禁事庫啊 你怎麼變一台八百塊 他為什麼要收九百塊 跟議員報告他是決標的價格 他是八百塊 但是 但是我跟你講啊 你們的決標裡面 只有結算數啊 沒有 你們要跟他收累回來 是收多少錢 我只看到你們他的 給他們的這種 在收轉戶裡面 他是只有看到九百塊啊 我沒有看到你們的八百塊啊 就是按照合約是有 八百塊 你講的合約書裡面看不出來啊 所以我現在跟你講啊 你既然你一台記仇 你是補助他八百塊啊 但是他應該跟民間說八百塊 他為什麼要收九百塊呢 那一百塊跑到哪裡去 議員要說明這不是補助 這是勞務採購 是我們委託他的勞務支出 他每脫掉一部車 市政府要付給他八百塊的脫掉費 這叫勞務支出 那另外九百塊是我們的收入 委託他們人力去做這個取替工作 我覺得議員講的非常好啊 我覺得議員講的非常好啊 你只一一之行就是在一個取締 所以我不很認真 我想議員要讓我們說明一下 我覺得我們台南是違規脫掉 委外違規脫掉這件事情 已經停了四年了 目前六都裡面只有台南 唯一有停過四年 因為我們覺得這件事要很慎重 就像剛剛議員講的 我們要先把配套做好 所以我們大概分兩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我們把我們的公車捷運化做好 我們搭公車的人民國99年合併之前 一年是749萬 到去年底已經增加到1802萬 也就是說大家搭公車的人越來越多 開車的人就會越來越少 我想這是第一個 當然啦 你決定做得好當然是這樣子啊 所以剛剛議員講的非常的好 我非常認同 就是我們的公車捷運化 就是要把公共運輸做好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要推停車有序 我們希望把停車位能夠慢慢的增加 那剛剛議員可能也談到說 這四個區 我跟各位報告 中西區 我們102年的停車汽車位 是8100多 到去年底是已經增加到9600多 也就是說中西區、北區、東區、南區 局長 目前我們脫掉了這四個區 民間脫掉我不要跟你討論啦 我們停車位都有增加 我現在請台南市政府 市政府政風市 政風市 請你介入調查 在他的這個勞務委外裡面的採購 有沒有瑕疵 希望你調查的結果 跟我們講 你介入調查 他這個過程裡面採購法採用的 第五條、第四條、55條、22條 勞務委外 我希望你政風市內部先過進行調查 我不再跟你討論民間脫掉的問題 好不好 那我們請市長 你說要解釋一下 請市長來說明一下 請坐 感謝許議員 脫掉 為什麼要脫掉 剛剛已經跟你報告過 為什麼是高雄來台南沒有 其實我們過去幾年來 我們有統計過 其實台南市政府所俠的工程的招標 得標者 主要還是台南的廠商 這個招標業務 其實之前流標了幾次 後來高雄這家廠商才來得標 並不是說我們特別厚愛高雄來做這個事情 第三個就是說 市長我打個岔 因為你們是用限制性招標跟選擇性招標 而且是三家廠商評審標 所以你用限制性招標跟選擇性招標 而且你用評審標 請政風市委員是什麼人 你確實把它了解清楚 所以我看到裡面的資料就是說 而且兩家是同一間廠商 當然我不講這區塊 我是講說 整個在你的脫掉裡面的配套 今天已經造成民業不是市長受傷害 我們都受傷害 整個我們的服務團隊 整個裡面驗聲四起 你20毛沒比較要死 包括很多的活動中心 他的活動 前面穿啊 你會去那位紅色 我剛剛市長我跟你講 我打個岔我跟你講 我警長說我要搶的 我剛在那裡停車位 我去那市長 民車位 我剛剛看那個圖片 有沒有 這張圖片 為紅色 先為停車 驚為 還為紅色 阿都要混沌了 所以齁 這一點就是說 在整個他這個整個的配套裡面的整頓 缺乏周圓 那我也是講 是不是有他的調適空間 柯委員 你有償名 男人這麼高 我會請他們去改進 但是補理局 幾項事情跟你說明 你剛才說的 三年一億多萬 這個是上限 還可以加一年 它裡面 他在截標裡面還可以扣充一年 所以說他那是一個上限金額 不是說我們給他兩百錢 沒有 他有什麼意見論籌 就一台八百 局長說 一台八百 局長說 但是我們民間是收九百 雙漢一年是三四千萬 三年差不多一億桶 所以並不是說 它可以無限制去擴充 所以他主年佩內 他是三年一億多 一年三千多 這個招標 它只是預算數 我告訴你清楚 勞務採購這個是完全合法 既然許議員要求針鋒是查 這個我們就尊重 我們就尊重 但是我相信我們交通局在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是沒有問題的 另外的話就是說 剛剛局員提到的就是公共運輸 我們也希望我們台南市市民 多多穩用公共運輸 公共運輸是這樣 越多人多 它有可能做好 那我願意這樣承諾 如果當市民要搭公車 然後量也夠了 而且我們的公車路線不足或車輛不足 這個我們都可以繼續來加強 我是希望我們台南市未來可以像行渡一樣 行渡也只是一條捷運而已 它都靠公共汽車在運輸 他們的那個停車也很嚴格 所以未來我們一定要走這條路 在公車裡面 因為都沾太多 在工商社會裡面都市場裡面是很難用 因為你沾太多沒有辦法達到它的效率 超過15分 10分幾15分 在工商裡面不選擇優先 就都一間車 所以我們的公車是10公車 所以它的效率裡面 它沒有辦法去收到 所以我們這次就用捷運的精神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邏輯設計 像是你有直達車的 是不是比較緊縮的 地點式的 我告訴你 我們這次就是用幹線公車跟支線公車 就是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是不是我們可以做在一個 比較好的配套模式 剛剛局長提到的 這是我們人力問題 你警察局 你現在你要配套 人力現在都在拋售1萬3萬 這個是不是也要檢討 市長 另外過去警察局 他們一天差不多拖30隻而已 當然我告訴你 他們人力不足 我告訴你 量比較少 民間比較少 所以因為交通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我們北外民間絕對效率會比較好 但是已經你的畫紅線 你現在說的 如果說紅線我們偽料不恰當 這個我們可以檢討 市長 謝謝 來我剛剛再提到就是 我們針對0206 市長那個時候發生的時候 到現場 也都很貼心的 在替他們處理每一件事情 那我也去了現場 針對現在0206 就是人民正在前 是41億多 就是現在可能未定案的就是災損問題 你們紅燈的已經OK了 紅燈的是 紅燈黃燈 拆除的是150 人的傷亡是300 對 受傷是150 重傷是200 重傷200 死亡300 對不起 重傷50萬 受傷50萬 但是現在就是大致跟微觀 他這個已經是拆除的話 這個財產部分 是不是已經結議了 怎麼做 跟 剛剛市長講的 是不是用財產核算是50% 那個不一樣 跟許醫院報告 就是說 因為他現在已經都 抖去之後 沒有人都拆除了 那我們是根據 我們議會通過了 公務局去興辦公共事業 對 地上物補償的標準 微觀的話是100% 對 那一般的住戶的話是50% 但是因為 幸福大樓 剛剛曾議員講到的 幸福大樓跟 生產這個 大致力生產的這個大樓 因為他們雖然有時間去搬 可是有些實際上是根本搬不出來的 但是 所以我們每一戶再給他30萬財產補助 但是那個是流動財產 市長記得自己思考 他流動財產 那個是量有限 你如果是說他不動產 所以這個50% 50% 是在不動產裡面 這個就是看你們怎麼樣去核算 你如果說你不算 你圍貫是100% 但100%要是你核算 你不要有代金嗎 原則上 你財產怎麼估算 他雖然是100% 我們是考量他是因為 他連一秒鐘的時間去拿他的財務的機會 這個我們都認同 因為有社會贈災的錢 我們希望能夠為他們重建 這我都認同 理念都認同 但是在你們的核算裡面 他的財產人 他還要不要這樣拿錢出來 比如說1千萬 你們是怎麼換算出來的 這個財產是怎麼換算出來的 因為那個有一個標準去鑑定 那鑑定之後就說 他如果要重建的時候 煮貨有可能再拿錢出來 他要出50% 是不是變成這樣子 那個副議員 因為這是正款嘛 對 這是對他的補助 不是保障喔 我知道 因為這不是保險 也不是說有人為的所謂 對 現在是說 你如果50% 50%補助給他 到底金額有夠他重建的行動 不然就是說 我們現在明確就是說 我是善意的幫你家的補貼 幫你盜三天 大家出了不夠 你要自己自行處理 定位就是這樣 因為它是輸人的財產 對 定位是 我們政府 我們決議是定位是這樣子 是應該這樣子定位 對 所以現在就是圍貫 現在60% 願意就地重建 20% 不願意 20% 是沒有意見的 對 所以現在很難整合 很難整合 現在很難整合 那個副議員 因為我們這套辦法 有可能改割他的問題 就是說你要重建的人 我們協助他 他弄那個都根 市長 市長 往下推啦 你60%重建的人 因為他們不知道這個數字 他們還要出多少錢 現在猛猛了 你現在像你台地倒了一樣 他現在他租到要出多少錢 不知道啊 所以現在就是說 有沒有第三者願意承擔這些 就是說我來承擔這個權利 這條錢 我管你不足的部分 我來支付 所以可能就是 他們來問我 我說 既然你們各級戶裡面 沒有辦法去承擔 額外出來這個金額 你就要管理給別人嘛 要管別人 你政府補助 這是你的享受權利嘛 就是說 是你的 你應該得到的50% 但是你另外還要拿錢出來 你不可能 所以你只要去找一個 就是要來做整合嘛 共同資源整合 你到哪裡去重建啊 不然你現在這樣 沒辦法重建 有的人幫你幫我幫他 但是後面你再支付錢 有可能他們就沒錢了 怎麼重建 因為 因為我們對他的補助 一定是 就有現有財產的損失 我們是沒辦法去鼓勵 新的 我們要給他多少 因為每一個人的 希望都不一樣 市長是不是 我們是不是 或者是副市長 或是誰 請他們再了解一下 關於這個部分 包括我們曾議員講的 大致的部分 這個部分 是不是已經定案了 還有沒有再調整空間 這都是我們要腦力激盪 對家裡總裁審 褲議員幫你報告 因為我們 總結束 我本人 帶我的團隊來接受 我們議員的結束 當然是聽補過的意見 未來 我們會再討論 還有一個就是 黃丹 突然 液化的部分 現在都沒有處理 都處理 都在處理 現在都還沒有明確 這是有方向 但是我不知道訂稿了沒有 這個部分 我們這次辦法都公佈了 辦法都公佈了 然後呢 祭司也都去看 每一部都去看過 因為有一部災準 還是跟我們反應 現在好像有去看 其實我們都有去通知 目前還沒有答案 我們都有寄通知到每一項 通知到每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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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擺到 剛才要倒了 還要快一點 這個 市長 這個 你 這個 有夢最漂亮 是 是 我會記得這次聽說 我們台南市 最適合居住 戀愛 還做夢 有一個幸福城市 對 真好 聽到喔 富力彈環 夠爽 但是呢 台南市民就對了 我跟你說市政是延續的 你會覺得 這個忌憚跟鐵路地下化 這是一個 舊式重提 沒有什麼新鮮感啊 但是你才有想到 你執政五檔 這都是你 做市長開始 那個 是你的那個 大機會 我真經意去思聽 跟你說 說我既是議員 選不住 我們兩個 做回來 做一個對的事情 做應該做的事情 你會記得 鐵路地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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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記得 鐵路地下化 那 看多久啊 我說這都是人民 包括天公平 還要輸給你的 要讓你去 鐵路地下 全長到8.23公里 總經費 293億6千萬 這你的大機會 包括是忌憚 這都是延續性 上一台大家熱熱熱 都成型啊 錢也剛才拿來 要拿到那裡 我還跟你說 我還選不住了 沒關係 我還選不住 沒關係 你來做對的事情 你會記得 所以你不錯 你還會記得 但是咧 我看 九層 鐵路地下化 現在 各自 各自 各自有嗎 這次 已經上到內政部 剛才會 大會 已經上到大會 我跟你說 正經 大家抗議 到 那個監察院 也有來調查 也說你一切 程序 沒有瑕疵 對 為什麼沒有瑕疵 因為現在 合憑 併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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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路地下化對我們台南市是合併的重要 經年到今五檔外 連一個檔崗什麼都沒有 啊不還不可以 你先聽我說因為沒有時間 不還不可以 你先去 去這個照顧住宅 的美意 要來 給這些 那個 鐵路地下化這些所財富 他們這些 那個 顧民 來可以 這地方 他們需要的家庭 那地點是有夠好 的好 啊還要以身分給予人 還可以說他不住 還可以隨賣人 他拿身分給他賣人 他也可以賺錢 他就不要住 他錢也買不起 這都是 做到非常非常 配套措施做得很好 但是那 高進鐵路地下化 沒看到在中間 沒看到在持續 你會喝來 剩下一個二檔外 你經年要把這個機會來給他留實 很可笑 但是在先後呢 這個體育地下的散後 因為當然你現在上升 內政部 這些我都知道資料我有看過 資料我有看過 但是你如果是說今天 你有真的 要做 我跟你說這努力的進步就對了 不可能不跟我們同歸那樣做 我用30秒給你報告 我沒有跟你說 為了這件事我用多少個個心 就跟我說我最近我還去做張善政院長 我去找都委會 內政部會 上官的人 本來拜登五月齊十 要開會 但是這件事不幸已經在政在法 除了我們台南市地方的議員 站出來反對以外 因為 郭民黨的立法委員也走出來動 所以五月齊十 才全部不去 我在這裡邀請 詹議員 詹議員 我跟你說 詹議員我給你邀請 我們到底來 還沒答應的祖母 我們到底來把他推好 可以啊 我和你來啊 沒關係 因為我為了你這件事 我也去接受法師的給我哭音 是 有八歲跟我說 當中你跟我說 他不需要台南市發展 我還給八歲說台南市的發展 不是你在決定的 他的意思是說 他不需要替路地的話 我去接受法師的 康音在電視內 含王頂巫港台 你有沒有知道嗎 這點我對張議員是很堅定啦 你對替路地的話 這個重大建設 你是一路都支持 這我一路很堅持 我還沒有做議員 還為了這樣選不住 大家的家主 我現在反對的 差都說一字我 我告訴你真正 因為我為了台南市的發展 沒有照到一切 因為我覺得他們住在那 居住環境也不是很好 有一天 我們如果做好 他才知道說 我們是做得對的事情 我們沒做什麼 台南市的發展 比我們兩個作品 你代表更重要 你知道嗎 所以我告訴你 這個鐵路地下法 是專民就對了 一個機台 這些人 一些人 他在那 叉叉鬧鬧鬧 為了人家居住正義也好 我們不敢說 反對他在那裡抗議 但是呢 抗議也要取得一個正當性 真的 沒有那大建設 大家都幫你支持的 啊我就 丹義書聽說我沒條 沒關係 真的 所以這裡就對了 這個鐵路地下法的事情就對了 你說要找我 來給你住我 我和你來 隨時 我都在等你 我都真的在等你 我強行這個鐵路地下法 如果沒有失俗就對了 啊你這個 像現在這個 河嶼住宅在蓄 啊現在蓄去的這山口 要怎麼處理 啊沒有鐵路地下法 何來的所在乎 所以這個問題 住宿體大 你知道嗎 你後面所有要怎麼收拾 我問你要怎麼收拾 這是一個 真的有 有棘手的事情 你不要用到七龍八龍 沒有鐵路地下法 啊有所在乎 我替你吃丹油 你敢聽嗎 這是第一件事 你 你剛才說這樣 我有聽到 你有用心 我跟你說我隨時等 我跟你說 命也我好的 齁 二十幾年沒有人要做 你到 你展現你的行政能力的團隊 去選獲營建樹 我在這裡有跟你感謝嗎 我是一個很明利的人 我是 恨鐵不成功希望台南市可以做好 我 參與政治沒有我的修理 我不要去黑白 想說要來做一些 有的沒有的事情 我都跟他想說 要怎麼來跟台南市 做好 進到監督制衡的力量 啊來跟一些需要做的 盡量 把你市長建議 讓他可以做 啊再來你現在 再第二行就好 第二行 你想 鐵路地下法跟小雞蛋 小雞蛋我請這樣說 那個 我們台南市很可憐啦 民進黨在我們台南市執政告進 我們的故宮南院在城山路啦 我聽說這是過去我們的中餐農市長 既然最終國安的公國公立委員協助 公立委員協助 故宮南院 在生三路 意天地在生三路 結局 我們為了爭地就要臥土 那個 我們的褲田財市就動算 他說他不要故宮南園 他要做小雞蛋 這樣 這個 故宮南園 開始復中 不要 只要叫他 台北鐵騎人現在在營營 你看沒有 這樣有可笑嗎 故宮南園是我們台南市主標設一個建設 那時候如果蓋在生山路 那個東區的外發電你能夠收到 可以鑽動多少 酒業的聖機 還鑽動我們台南市所有的觀光客 我們東區還是文教區 那絕對不可能變文主管 市長你和我有這個共識 影響有 現在他要報告你 說故宮南園沒來 沒去 我說這個正題人物 實在是真的 我感覺真的有夠可悲 現在葛哲勒 他現在 口田才說他要做雞蛋 結局 雞蛋 換你酒喝 你說要做 但是 你就是不愛 他跟台南大學簽個八萬路 你不愛我做 他說你說他的社會資金不夠 給他蓋了 他的經費不夠 還給補助六億 你說怕的平穩主管 我也給你認同 你叫我去 我去市政府找你 你跟我說 說你要叫台南大學 成功大學來做 成功大學如果不願意做 你要給高雄漢神拜好 有嗎有這個事情不好 我為了這個雞蛋 一定能力 我們台南市 紀念跟學民 變贏 這個雞蛋對於我們是核定的重要 我們這個雞蛋可以 基盤很多的體育賽事 還包含到可以 一些 哪想說 可以做一些商產多元化的利用 還可以做一些 雙電 包括 一些體育賽事 一些大型的 演唱的 我們古民 我們台南市的市民 不用去台東 台北高雄 去看人的目色 就在擠車 你給我答應說 你的人來要動工 現在告進 忌彈也沒變 完蛋 你 定義鐵路 你沒做 小忌彈也沒做 這兩種票 你如果跳票 就對了 你如果沒有 趕快環岩 哺老 趕快動工 忌彈 就對了 包括鐵路 在什麼 在你的人來 沒做 你流失 最大的機會 你真正對不起台南市的市民 我跟你說正經 台南市民 我還要給你回答 你不用急 我還要給你回答 台南市民 對你賴市長 對 會痛心 痛你的心 我跟你說正經 你這兩種 沒做 兩張跳票 你如果第三張跳票 再跳票 記者都來好了 張宇彭我30秒就好了 鐵路地下 我一定另外任來 全力以赴 推動 因為這 關係太重大 小巨蛋 黃校長的時候 我也邀請你去 新公大學 校長學 跟他記名 他也當民講 說他也支持 要去 但是後來 因為生態 新的團隊 並股料後 交通的問題 沒人敢管 所以我們這次 已經正處 多功能的會展中心 就是在 高鐵特定區 經濟部已經同意了 已經送到國發會去了 林權院長也同意 他雖然還沒有就任 但是 我們已經跟他接觸過 他同意編這筆預算 來幫助我們 你跟我說 我現在在這裡拭目以待 因為我參與 共町的話 在我們的議事廳 都有全程 錄影錄音 我為我們台南市的市民 就對了 造就你 賴市長 包括做到立委 做到企業 你這兩行 鐵路地下化 包括 雞蛋 雞蛋你是把他帶 散工 如果沒企業 我覺得如果我這支支牌 像聖禮真色光報電台 嚇到有班ージ 一定要個 dialogues 因為多工人的會展中心 我們今年台南市政府就有編預算了 規劃設計會都有了 我們現在是希望行政院 今年在籌本預算的時候 berries 就是多功能會展中心會動工啊 現在改名就改這樣喔 多功能的會展中心啊 如果體育賽事怎麼可以去那裡 體育賽事看什麼樣的體育賽事啊 你做忌廉也是可以多功能的利用 不一定是要像這樣 因為過去台南大學的合約是要蓋29億 我知道29億我都知道 所以我們因為跟行政院接洽討論之後 這點我們說的多功能會展中心 也要感謝吳敦義 吳院長 他當院長我去當行政院會的時候他支持的 我們大家共同討論的結果 還是認為會展中心對台南市比較有實意 我告訴你 市長我時間很少 我現在你只剩兩年我而已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鐵路第二號就對了 照顧住宅的在去 反正明年那裡就完工了 你若是鐵路第二號 在你的臨臨不斷工就對了 我告訴你第一條譜就對了 這很大譜的 你後面散後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我告訴你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好 你雞蛋白開了多功能的會展中心 好 名稱而已 只要有功能 可以讓我們台南市民 齁 不管做什麼 有一個金方大 會會展中心多元化的使用 但是在你的臨臨你幫我帶我 一定要擔工 你不要這兩條譜就都跳 不會啦 我告訴你 你都 現在 現在 我 好 那個 市長好 我請教 是 鐵路地下化 因為一直沒有在擔工 在 我們 都市 南市的 那個 都委會通過 上內政部 我在擔心 你的人來 才有可能擔工 因為我在故事 跟許醫院說 以後 你公公公定在那裡 環評 的問題 是不是會有其他的意義 跟許醫院不好 環評已經過了 環評過了 但是現在來 是不是他會有 以後要動工的時候 會不會再重新環評 再來 沒有這個問題 好 那行政院五月 他要列入會 在院會裡面要討論 沒有拿出來 是不是沒有拿出來 就是說內政部 五月十號 本來有排進去 內政部要排進去 內政部都委會大會 結果沒有排進去 本來是排進去的 後來因為國民黨的議員 來 來反對 給內政部施壓 所以內政部 就乾脆當天 都完全都不開會 本來有六個案子 地方建設 大家都有決定 剛才我們也說 其實我也都緊張 連關我們白區 當然有一部分的住戶 他可能有一些受損 當然他們現在也行得 正常的管道 在 在陳述這些問題 但是大多數的裡面 這個鐵路地下化 還是要在 這個盡快 趕快施工 盡快趕快做 再來就是我是怕的 未來萬一是真的在做的時候 我們的國土規劃 會不會影響鐵路地下化 鐵路地下化 未來我們真的在國土規劃裡面 會不會產生啊 國土規劃不會有影響 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他好像要 嚴格 嚴格 我怕是不是會有提出到 報告一下 其實 國土規劃法 第三條第二項 就已經有提到 原來適用都市計畫法 跟國家公園法之地區 仍繼續適用 所以法規上不會有問題 我想之前提議的那個教授 我應該沒有把條文好好讀懂 他的適用 他的適用裡面有沒有連資問題 再來就是說 沒有問題 現在好 預算 預算還沒有保留住 如果中途發生前則事 就是重新來 因為現在是一條順 繼續走 中途只是敵列而已 但是你到時候 預算都收費 包括環評 包括國土規劃 你如果一條 剛才去改的公共工程建設 夭折呢 我現在擔心的是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要突出 在市場內 趕緊鐵路條 要趕緊安全 這樣大家就沒有這個估計啊 是不是 這我們會全力以赴 是不是 報告一下 就是其實環評早就已經都通過 連環差的部分早就已經都通過 那之前他們所提的這個環評的行程訴訟 那環保署也是勝訴 那所以實際上不會有問題 那後續大概就是 會用國土的法令來抵觸 就是像我剛剛講 國土計畫法本身就已經有排除條件 不可能因為這樣都不可能 都不可能 是不是這個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做完整之下 雖然是工程的開工跟完成 只要趕快開工 後面就有損失了 頭如果過身就過 現在沒有開工 大家都剩在等 這點就是說 我們要讀書 是不是內政部趕快這個案子 是不是趕快能夠把它 這個部分的審查完成 就是配套 再來就是 我們 陳議員你說的 這個小雞蛋 當然你是在多工人的這個 展覽會館 現在就是說 土地取得沒有 那個是我們市政府的土地 市政府的土地 民主多大塊 五公斤吧 五公斤 他的地面呢 五點三公斤 他的地面使用是屬於 只要變更好啊 地面沒有問題 因為我們事先都有研究過 你有幾個好嗎 好 那你預算呢 預算有沒有請 預算這部分 經濟部會全額 會全額 全額補助 將近大概20億左右 好 你有拿規劃嗎 有跟 我們市政府的規劃 已經送過去了 然後經濟部的規劃 也都完成了 完成 那現在你說經費 經費排盤超級沒有 大約20億 那經濟部已經同意了 送到國發會 同意 但是他年度裡面 有沒有這個補助款裡面 有沒有說年度 哪個年度要撥下來 我們希望明年能夠開始 當然啦 所以現在你如果 中央專款專用 還是屬於補助款 你是不是專款專用 我們地方就沒有 編列預算 我們市政府有編列預算 那編列預算 你當然就變中央補助款 對 中央你要到議會來審查 我知道 所以你這個腳步不快 你任期只有兩年多 我跟你說明一下 我們今年編的是設計會 然後去銜接 今年設計完之後 去銜接明年的營建費用 那你今年是編設計會 那你明年就準備要編 跟那個建設計會 我們現在希望行政院 明年的補助 就可以當作我們的營建費用 那這個案子 你如果要撥的時候 你們可能會在追加 連度裡面追加檢預算裡面 可能在中央補助款裡面 會不會提出來 總共會不會有 目前不需要追加 因為我們今年的預算已經有了 不是啊 你利用追加檢預算裡面 你可以提出來 就是你那個中央補助款 是不是完成法定程序 中央補助 連度裡面 連度裡面就是說 你如果今年沒有便宜嘛 你平衡預算裡面 你如果是用這種補助款 是不是我們議會通過 你就開始錢可以先用了 中央的補助款 要看看他 好比說他們也可以自己發包 另外他也可以委託我們 那委託我們的話 可能就要電付 那不是設計啦 結果今有電付 那設計就是看 土地問題 金錢問題 上面負擔多少 有沒有明顯數字 你說好 中央補幾十億嘛 這個20億是大約數字 大約數字 概算嘛 那你如果這樣 你再預算你抓起來 那時候你電金會變多少 我們 如果這筆錢 不用 因為都是他出的 他全額補助 為何我們來辦理 沒有 你要辦醫生的時候 真正要執行的時候 他可以自己來辦理 你可以交給我們辦理 有很多工作 你選你編設計 設計 曾經行政單位 編了設計以後 中途都要責 這個案子不會 對 所以有這個案例 這個案例 既然編設計會 就是能夠繼續推動 推動 無論在你現在 或是後來市場 就是中途不要再改變 在你現在的人 可以開康 這是最好的 包括鐵路地下化都一樣 這樣就是已經發生前則數 這就是比較明確 我們會全力以赴 拿到兩位議員的要求 提出一下 好不好 這樣吧 感謝 謝謝兩位議員 謝謝 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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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教你 有可能做到你的認奶 還是你的提早上去中鄉 包括我們曾副市長 去 你有可能去嗎 我不會跟張議員報告 憲主席我所想的就是包括 災厚重建 第一黨的重建 包括今年登革熱房子 跟剛才我們幾項重大建設的進度 其實我是沒有想那麼多 這樣好 我知道 因為外面有講到 今天我要我們科議員 科技准議員 在這裡跟你說的 包括拖條的 再來0206 再來我們的忌彈跟鐵路地下化 雖然就是重提 但是我認為鐵路地下化跟忌彈 這是對我們台南市 最具有指標性的建設 這如果沒做就對了 翁會台南市民在背裡 我告訴你你一定要簽立符 這是我再跟你重複一次 這是台南市民跟天公平 你最大的機會 這是你歷史的路面 你如果是沒有動工都沒做 你就上去跳票 台南市只要變 你跳票沒關係 第三點我還要跳票 就變成這樣 尤其這個 我剛才跟你說的第一件事就對了 拖條的問題 我們交通局 務必 要做到 做到 脫掉業者 要重點脫掉 不要 一位像那個搶錢式的脫掉 這樣就對了 傷害人民與我們市府的感情 我跟你說清楚 真的 因為 大家生活都一定很壞 你們好像要給市民有感 感到恐慌壓榨 搶錢式的脫掉 你想 過去就對了 登革熱疫情擴散 死一百十二月 我們市府 剛好做出婦事 沒有吧 現在來 2006 這就是天災啊 四十八十七個 我們市民 優秀藍不敢這樣 真的不敢這樣 我現在也很辛苦 我相信你也很辛苦 當然 第一次這是天災 但是你想 登革熱 在 古年就到了登革熱的 你們全的市長 我可能不知道市長跟所謂的市長 是天災加上人禍 但是 我們有祭祭教訓 祭祭的登革熱 我們衛生局 奉敵之後做了真的不錯 我們有均勁 有可能你是頭一次做市長 不知道這登革熱威力很大 所以來做成 登革熱疫情擴散 死一百十二月的市長 那是何等珍貴的生命 我幫你報告 因為我本身是醫生 我按做國台開始的 關心登革熱 第二點 要跟三萬多 三萬多 兩萬兩千多 另外 我們不要以成敗論英雄 因為行政院也非常肯定 去年台南市 大家全心全力的投入 我現在跟你說 不是說你沒有關心 我說死這麼多人 要怎麼記取教訓 這當然啦 八成的生命 你如果很不敢我 很不敢 我不是在跟你接賓 我是在說 有一些東西你沒有發生 你不知道怎麼減透 尤其就對了 像這道02-06這個災款 來自各地的喪款 我們這個土地譯化 土地譯化的問題 包括一些土地的 房子的總體檢 老舊不堪的統體 會提檢就對了 這這種的 現在我們幾黨 我們創意文總統在執政 我們民進黨在執政 這應當這種土地譯化 包括老屋 鑑定就對了 會評估就對了 這種的我們照顧 是要用我們政府的經驗去做的 這一點已經接受議會的意見了 這不用去幫人用這個喪款 這喪款人的初衷 是要來讓你 幫忙他們趕快用統籌 讓他們趕快重建他們的家園 恢復他們的生活秩序 這是最重要 你要去做好 讓大家有感 感覺說你有關心民 當然不可以 他們 處理到全部百分之百 都是喪款也不夠 但是你起碼 要有一個公平 透明 讓他們了解說 你真的有在關心 那是這樣 所以 你每對立培 百分之百 百分之五十 我希望我們市府 今天在這裡大家交換意見 包括我在地方聽到的 希望你回去審慎 跟你們的重建小組 市府的重建小組 重新 重新研育一下 另外還有補助一個 財務損三十萬 然後 看是要不要說百分之五十 再調整一下 看可以再調整一下 讓這些人 感覺幸福 苦福 因為你怎麼補償他就不夠了 這個房子幾個要死 尤其是在棟屋 動不動一個公益 就上千萬 這個人圍 他的房子沒有去 還在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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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叫他去睡房 啊 他也圍睡不去 你像說這圍樓在大 你看 大圍樓還在那裡大 那房子都穿著 他還在那裡大 那都冒著生命的危險 所以我要把市長建議的事情就是說 希望說 你一定八個都要卸任 不要辜負台南市民 就對了齁 把你財財到對你的期待 你務必一定要完成鐵路地下化 完成這個雞蛋 你說要併會產中心 我也沒有意見 再來 你還要把這個 這個災難 你做一個統籌的那個 把這些財民 那麵瓶還有一個公平正義 不用 不用去分那個等級 這樣讓他們的觀感很壞 他們不是 他們的油感也要讓你感到你關心民 所以 有時候我告訴你意見 你多少也聽得不好 我們地方聽得對 因為大家 看到你市長 問關起來 沒辦法的問題 在那裡他覺得說什麼 他覺得說什麼 所以在那裡就對了齁 啊 還包括 這個調查的問題 叫你務必要耶穌 我們 這種 脫掉業者 不要搶錢式的脫掉 要重點脫掉 重點脫掉 重點脫掉的是有危害 公共安全 這種的就是重點式 你現在的 沒有外行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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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你們都不知道 所以 這 醫生 就是 今天 我要跟你建議的事情 啊 你一定 替路條法 跟子彈 我還重複給你 強調一次 這你都 有些大型的東西 你最好 不要跳票 你如果跳票 你就是真的 對不去台南市的市民 啊 你就說 要回答 市長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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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說紅丹 黃丹比較多 在我們政府行政作業 我們要公平信 八成來講的時候 她掏腰包 她說我這也是財孫啊 為什麼她的財孫比較嚴重 你就比較重視 我的財孫比較緊密 就像不少東西 但是我跟她講 妳個小可以大 要體力 體力 妳的房子太容易落去 妳的鐵廚稍微撞去 一支鐵子 我們連累可以做 老瓜煮完給別人做 這我們做得到 我們就是說 她本來這財情的東西 就沒有辦法取得一個公平信 但是最大公平信 就是說 在我們可以推動的裡面 減輕他們的損害 可以減去他們的付出 這就是我們想太大的公平信 這是我記得的 再來就是說 陳議員在說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兩個這麼急 這麼急就是說 鐵路地下化 他們可以拖這麼多年啊 這等我們陳議員一直在說的 就是說 在這個 有跟沒有 好 現在就是說 總議市長是說 綜合起來 就是一個多功能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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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做這時候也要請到市長 最近我們大家常常說人權 會辭死刑 現在是關聯問題 我們是一個法治社會 民主社會 大家都拿這些犯罪的人 都在錢人權 這些受害人之後就是 他要把那個被人定罪 他就要拿有利的證據 法律是變成這樣 台時的人是要拿有利的證據要收證 集中十分 如果一分不夠 又很難定罪 證據不足 所以我現在是說 人權已經浮爛了 所以我說 在人權裡面還會辭死刑 在我的理念裡面 我的理念裡面 法治國家裡面 就像我們剛才說 交通違規一樣 你圍繞就是一個法律界線 我就有主意把你拖掉 這是一個宣誓 這是一個明確 你如果沒有圍繞 大家就是某人兩個可以體諒 但是你不要去崩壞別人 但是你給法律定在那裡做什麼用 很多人在這裡 法律定在那裡就是 你不要叫你不要夜線啊 你夜線之後你還好 不要處死刑 不要無期徒刑 跟說到鎮人權 這樣他如果人秀人權 這樣他就不要違反 這是我的感覺 所以我們台灣 有這麼多公文人物對法律的見解 是怎麼都沒有模糊焦點 你說你今天廢止死刑 廢止死刑 你如果司法定在那裡 沒有犯罪的人 你司法用得對嗎 法條理用得對嗎 我們的六法全書這麼多 我們所有的法律這麼多 違法的事情 刑事訴訟法 民事訴訟法 什麼法律這麼多 你不要去違法 你也用不對 你也自由主宰 才會有觀念心 為什麼去爭這個 所以我的宗旨裡面 是對我們個人標誌看法 我宗旨就是不得廢除死刑 這個法條一定要留著 我也不認同你應該死刑的 你把它改判為無期徒刑 這就是不公平 要體諒受害人 他們的生活的權利 既然我們對這個價值觀 既然把它模糊掉了 法制的社會 既然有學法律的人 或是社會人士 既然把這一塊 用人錢 把這個整個都模糊掉了 我覺得我們不認同 我是不是請市長 你不要標示 你看 你對這個看法 好嗎 來 你簡單說明一下 我專議員 如果要跟你 來討論這個事情 好 謝謝 這事實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說 這是一個大方向 好 謝謝褲議員的指教 因為現在台灣社會 是百分之百十幾個民意 是反對廢除死刑 第二個呢 目前台灣的法律 是有死刑的執行 所以以目前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依法嘛 依法進行 至於說 主張廢除死刑的人 我們也不必刻意去批判他啦 因為我相信他也是為社會提供的另外一個看法嘛 就不妨就尊重 但是 以目前台灣的狀況 恐怕還是照現行的法律繼續這樣 也不可能去 不適合去匯除這個實訊 來 好嗎 請問張議員來 是嗎 是 是 張議員 這個 剛才我們 郭議員說 會死的事情 我感覺 我們的國家現在病得很厲害 病得真的很厲害 現在 我們一定就是都在這裡公人權 嗯 人權這麼好 但是我們人權一定無限上綱 加害者 都是在公人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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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今天我一個 那些女孩 要一個雜孫啊 沒中沒地方 跟高雄都要死去 啊 你們到底想到那個當事人 他身受其境 都不認識是不是 又無焉無醜 什麼都沒有 就他用給死亡 所以我感覺說 這樣國家就對了 有些人喔 他本身沒有身受其害 好啊 坑坑而談啊 這個 就要廢食啦 什麼也沒有 我覺得這是不宜的 我覺得這是真的不好的 我個人支持這個死刑 就不能廢數一下 因為這樣國家不需要 在那浪費社會一些資源 去取一些這些社會人渣啦 真的啊 說正經的啦 這是浪費整個社會的資源 所以如果我跟他說 確實是人渣啦 加害者啊 人也沒人沒收 一天跟台詩那麼多人 啊你這裡人兇產是怎樣 我們還要再在那裡取啊 啊 啊取得有什麼意思 啊你這樣今天他出來 就可以翻證嗎 會改革嗎 有可能 齁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就對了 你看 我 前一天理事聽我講的 人家 那國就對了 都來我們國家在歐人材 那科技人才啦齁 啊 跟我們醫療人才啦 在歐去他們的國家 你有看到嗎 我們的國家不是啊 我們在歐人材 垃圾 垃圾 什麼馬來西亞 那就是炸騙的 齁我們現在 我們台灣這樣 我們台灣的國民 丟臉丟到國外 這騙了沒辦法騙了 抓我去打擔大陸 大陸 還用法國 抓我去打擔垃圾 肯利亞 沒辦法騙了 再打擔馬來西亞 這就不是 人家沒有什麼 這不退彈 騙到為人 燒炭為主殺 有沒有 沒有的 我們台灣 在那邊 在那邊 搶人翻 要搶回來這裡 搶回來還沒辦法 人家頂罪 哪有 上後伯子 我再看上後伯子 兩檔啦 兩檔 兩檔都還沒多久回來 你看 那個後面 沒有這些 詐騙集團的鎖腦就對了 你看 都用錢做金頭 搶路 一處境 都過來 開選美的 住豪宅 這不是人家沒有什麼 我們現在都在挑戰啦 我們的國家 這就是人管啦 要加這個人管 在哪裡 是對嗎 我們的立法院真的要修法 不然這個立法院 就好像要在那裡鬥爭而已 這個真正要修法就是 要把這個詐欺的 詐騙集團的 對啦 不打算繩之以法 要重判你知道嗎 不能重農 他們還在那裡繼續 加害別人 害人家家破人壞 有的沒有的 你看詐騙的 手段喔 越來 越來 越油 你知道嗎 我真的做到 含檢查官 發官啦 甚至醫生啦 教授 學者啦 都要騙他 你知道嗎 啊這有苦嗎 不苦嗎 市長你才有這種人工 要收 要收 有人工要收還是沒有啦 包括 近前那個 引起民也叫騙他嘛 對啊 你說一個 地脊粉絲 還做到那裡的官 也是一樣叫騙他 你看 走回來 沒法抓人 還搬 政治不足 就幫他 現在來 惡度在傷害我們的國人 傷害我們的人民 結束再騙 這樣 這樣法律 是到底在保護 好人 還是派人 還是在保護 加害者 結束再 含害者 避害者 你覺得這樣有公平嗎 啊這個不用修法嗎 啊 立法委員是在做什麼 啊 整個黨員 有的不的 啊啊 這政黨要修法的東西 不需要修法 我是建議喔 照到你的力量 去轉述喔 我們整個黨的力量 希望這個 詐騙集團 真的要重新修法 要真的想著 想著 想著也要看 看十十八十 給你看 他不要害怕 對不對 一年 半年就放他回來 甚至高報啦 有的不的啦 啊不然什麼 醫科罰金啦 對不對 他比較會怕 他比較不騙 都不用特壇啦 來騙人就有啊 所以這是我的看法 希望幫你做一個建議 好 謝謝 多謝農委議員 拜託啦 你去參加行政院的首長會議 是 我們台灣的法令 應該做重新檢討啦 你像差那麼多啦 詐騙集團啦 齁 這座都很輕啦 應該適當的 應該要把人的 要杜絕我們社會的 犯罪他們的動機啦 所以法條是定在那裡 你不愉悅 是用不到的 這是 今天我給你拜託 如果有機會 大家總統努力 來歡迎啦 好嗎 每個答案 我現在時間到了 好 謝謝 謝謝啦 謝謝 感謝 好 今天非常謝謝賴市長 市府 民事長 還有各局處的首長 主管單位 趕快 新聞媒體 小姐先生 謝謝許志鑫 也要證明兩位議員 那我們今天 參議會議員 到此結束 三位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